哎 嫂子 啊 张寡妇她大姨妈没了 你随理去不 嗯 啥时候是 不知道 刚那会儿跟我说的 神神秘秘的 让我晚点去她家 哈哈哈哈 她说那个大姨妈 不是那个大姨妈 嗯 她不就一个大姨妈吗 她说那个大姨妈是历驾 历驾又是哪个村的 我也不认识 哈哈哈哈 月经 月经没了 你早说呀 早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大姨妈 历驾 月经 姐仨嘛 都没了 哈哈哈 都愿意找不着媳妇 你赶紧随理去吧 哎 哈哈哈 哎 嫂子 那死仨随三十少不 不少 快去吧 哈哈哈 那我去了啊 我不知道谁规定 男人就一定要有本事 男人是人 又不是神 以后在我的婚姻里 你赢 我陪你君临天下 你输 我陪你东山再起 你什么学历 本科 那我考你个数学题 好 你考吧 咱们李经理二十年前二十岁 请问二十年后他多少岁 还用说吗 四十岁呀 哎 野鸡大学害死人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姐 啊 问你个问题 而且 在中国有一个地方 他永远不会倒闭 你知道是哪儿吗 嗯 银行 不对 呃 医院 不对 你再想想 那是哪儿啊 男人要想长寿 一定要远离客夫的女人 那什么是客夫的女人呢 第一 说话很难听 经常找你的毛病 你把你说的呀 这个译文都不值 第二 情商很低 把最坏的脾气和最狠毒的一面 永远留给丈夫 第三 从不认错 永远都是把责任推卸给你 在别人面前总是说自己的男人的不是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这 怎么样才能证明你是女生 别人只需要脱掉 上衣就行了 而我不一样 我是要脱掉 裤子 哎呦 你妈 结婚之前我不想瞒你 我之前打过三个小孩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才离涨价了呢 打小孩正常 我们村子小孩都让我打遍了 我指的是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打的 呃 看来你前男友跟我一样没出息 也欺负小孩啊 你择偶标准挺稳定啊 男人占女人便宜叫什么 叫调戏 女人占男人便宜叫什么 叫勾搭 我刚要脱衣服睡觉 就听见隔壁的小两口在吵架 女孩对男孩说 你要再吵我 我就给你送隔壁去 哦 凌晨三点了 我等了三个小时了 我就想问一句 哥们儿 你啥时候来呀 我可想死你啦 我妈打电话 问你签到五万彩礼 啥时候给 不给了五万了吗 剩下的五万结完婚再给 哈哈哈不对呀 结完婚给 那不成咱俩一起给的 咋的 我自己赚钱娶我自己呀 不行 你现在给 那就给呗 那我钱不都在你那了吗 那我现在赚给我妈了啊 不对呀 现在给 那不也是我的吗 你终于想明白了 那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那我给彩礼 不就是你给彩礼吗 那咱们的钱给了他们 那不都成了我弟弟的了吗 哎呦什么 那其实咱弟吧 也算自家人 但是哪天咱弟要是结婚 再把咱们的钱给了 再把咱们的钱给了外人 那哪行啊 是吧 不是你干啥去啊 我再把那我妈要回来 不至于不至于 老哥 孩子饶了 整不整一个 不整了 太累了 整一个呗 都好几天没整了 哎呀 太累了 不整了 整一个了 就整一个 明天来整吧 哎呀 就整一个 你整不整 那整一个 哦 整一个 那来吧 我答应啊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亲爱的 啊 59加1等人多少 60啊 哎呀 59加1 我知道59加1 60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今天就在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是60啊 哎呦你妈 媳妇啊 刚才姐夫打电话了 说请你帮个忙 请我帮什么忙啊 这不姐夫跟姐嘛 要孩子要三年了也没有 咱俩二胎都老大了 他俩着急 合计找你帮个忙 那啥 姐夫也不是外人 那就帮呗 行啊 行 我行 主要是姐乐意不 我姐有啥不乐意的呀 咱借给她钱 她还能不乐意啊 借钱呢 这不他俩合计做个试管嘛 差三分块钱 还跟咱们借一下 没有 刚才不还说行吗 没有 老婆 你这手机上怎么有100多个未接电话呀 昨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的时候 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 一开口就问 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就回了他一句 你老公今晚在我这睡了 他不回来了 说完我就把电话给挂了 关上了 金银扔到了里面 敢打扰我睡觉 我就让你睡不着 老公 我又怀孕了 你又怀孕了 你咋又怀孕了呢 那你买回来的药也不好使啊 那人家大夫都说了 非常好使 你可以让他拉倒吧 我就天天都按他说的那用了也不好使 你咋做的呀 他不说的吗 房前一粒房后一粒吗 那也没好使啊 这不也怀孕了吗 那你一次是房前放一粒 房后放了一粒 那你咋不给房顶放两粒呢 他没说呀 我看你给你看一句 哎呀看嘛 抱下你的学历 大学毕业啊咋 我考你一道小学一年级的题 答对有奖 啥奖 二百块 早说 想 问 学校周一开运动会 下雨推迟了三天 问 学校周几开运动会 周一开运动会推迟了三天 周四啊 你再好好的听一遍题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学校周一开运动会 下雨推迟了三天 问 周几开的运动会 你周一开运动会 推迟了三天吗 因为下雨 那不就一二三四 那不就周四吗 你能不能好好听听题啊 你个大学毕业的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 学校周一开运动会 下雨推迟了三天 问周几开的运动会 有病吗 那就是周四 周四开的 他用下刀子下茧子 他也是周四开的 你要推迟三天 他就是周四 你推迟四天 他又是周五 你推迟一个礼拜 他就下周一开的 跟我俩 你才有病 还有什么 就周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